我是为了她才来到这个城市 顶着特别大的压力跟她在一起 但是她总是不理解我 我觉得她挺大一男孩子了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的事情 我真有点接受不了 我在她这不好找工作 却没有碰到 所以我过得不是很开心 以前我会考虑她的感受 一次次的妥协 但我不希望这成为我们每次争吵 她让我为她妥协的筹码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张先生23岁来自海口模特 有请小张 有请 李女士22岁来自成都 无业有请小李 有请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 是这样子的 之前我不是有一次 去到他们城市旅游吗 就海口 然后当时我刚去那个城市 然后有个不好的印象 然后我就在微博上 骂了一下他们的城市 刚好当时有很多人评论我 然后也有很多人私信我 她也私信我了 就有去翻她的微博 这感觉长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聊上了 加上微信了 然后后来知道 她也在重庆这边工作 就聊了一个多月差不多 她就说先来成都找我 然后再回重庆 然后就见面了 自然而然地就在一起了 哦始于颜值 现在怎么样了 之前一直异地嘛 然后现在她已经来到我的城市 一开始我都特别感动 我都对她特别好 然后没想到后来 只要一吵架 她就会拿这个事来说 我是为了你过来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更过分的是 一吵架 她就要离家出走 往哪走啊 就是有一次 我就在网上看到那种短视频 就男生跟女生支包那种视频啊 然后我就想让她给我做一个包 她是想要那个包嘛 然后那个包我是也给她买回来了 但是我一直没支 我就想说 然后等哪天我真正空下来了 我就想说 我去把那教程看一遍 我再给她转眼 然后怎么弄 但是她就很急 我就感觉是一直她 在逼着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太情愿了你知道吗 然后吵完架之后 她就气冲冲地就拿着那些 就是开始收拾东西 她说我这么远过来 为了你 你要这样对我 什么什么 就拿着 就把东西全部收拾 离家出走 她离家出走之后呢 然后当时特别自责 我就想她 她能去哪 因为这边没有朋友 我就想到 她平时很爱在一个网吧打游戏 我就去网吧找不到她 找到她之后 我就一直跟她道歉 把她劝回家 回家之后 吃好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继续这样子 又出走 只要一吵架 她就出走 就是有一次 我朋友不是聚会吗 因为她工作很不稳定 然后我们两个 在外面租的房子 也要交房租什么的 然后每次 她就在家打游戏 或者就是那个斗地主 可能一个月 二十天都在家这样子 就是根本没有想过 要出去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来支撑这个生活 工作我有在去找 我还是想做 比较自由一点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 都是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 不太喜欢弄着 自由那自由的 那怎么生活呀 两个人 我要做内工作的话 就太限制我了 你知道吗 那就回重庆吧 你不是重庆有圈子吗 这是我要走的话 如果她回去 我们俩肯定就不成了 那你陪她去呗 我陪她去 我是跟着父母 就是跟着我妈这边 也没有 因为我在重庆 也是完全就是 一点朋友都没有 也没有去过 在认识她之前 我是没有去过重庆的 所以说她来了成都之后 基本上属于一个 半休闲状态 对 是吧 以打游戏为 主要的生活方式 女生肯定是 这个不愿意 对吗 你看不到希望 对啊 没有希望 而她嘴里可能 常会说的是 你看这都是因为 我来到你城市 是这样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听明白了 其实女生觉得 男生第一 经常拿 投奔女生这件事 作为吵架的 每一个幌子 她接受不了 难受 第二就是 男生现在这个 现实的生活状态 不是特别的向上 是吧 对 还有别的 让你们心里不舒服呢 有啊 那天我们也是吵架了 那天她又 就是拿着行李 她已经习惯了 就是拿着行李 去了网吧 然后晚上 我也没有联系她 嗯 她晚上还给我 发个短信 说什么 如果你在这样子 我就真的回重庆了 她一说这句话 我就又害怕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真的很爱她 我就很害怕 她真的要走 我就说那你回来吧 我就不逼你再找工作了 我也没有说是 不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说 我现在我还是想以 我这个为主业 但是我也有 但是你喜欢这个 我知道 我也没有说不支持你 我只是想 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把这个当作副业 一个爱好 不行吗 但我有在看工作 但是你这么久了呀 这么久了 我没有给你讲 你知道吗 一直给我施加压力 一直给我施加压力 你根本没有想过 我们会有未来 一直没有在因为 我们两个的事情 在努力 所以女生实际在工作 这个层面 已经向她妥协了 是吧 她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你怎么样呢 关心吗 肯定还是有好的呀 我本来是抱着 要跟她走到最后的 那种心态 但她总是拿 这种方式来恐吓我 我觉得特别难受 因为之前 我俩异地的时候 是她来找我之前 我们俩是分了 很长一段时间呢 因为当时就是 我去她城市找她 然后她不是 特别不信任我 会晚上翻我手机之类的 就醒来 我就看到她 一晚上都没睡 可能因为我翻到 我手机以前 有点什么 特别极端 一吵架就打我一个人 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举什么事情啊 这样子的 可能我后面 我经常往外面跑 想一走了之 可能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她 有时候她玩手机 她对我多多闪闪的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去翻了她的手机 然后恰巧我就看到了一个 就她前男朋友 还在跟她联系 她时候是跟我解释了 但是当时 我心里面肯定 这种事情我也跪不去 然后就加上后来的一些吵架啊 就很烦恼 再加上这件事情 我就感觉我就 我都跟你解释过 那个事情了是吧 你每次一吵架 就拿这件事情来说 那她现在还会不信任你吗 还是会吧 举个例子说方便吗 因为我每次就是玩个手机的 她就马上就凑过来看 搞得我上个厕所 我都不敢带手机 她说我要去跟别人联系 她也有对我这样子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嘛 会添加很多那种经纪人之类的嘛 然后就给她们报活动 然后她又说 这次活动有没有女生啊 你是不是又加哪个女生的微信啊 假如要是有那种女生啊 然后你就不能去报 如果不在乎你的话 我根本不会想这些东西好吗 但是你动不动 就因为这件事情 就要跟我分手之前 每次都是我求你 你愿意求她呀 但她来找我之前 那次和好 说她找的我 她找的我 然后就直接说要过来找我了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情感脉络当中 你们曾经分过手是吧 对 分过很多次 是因为异地而分手是吧 对异地恋的时候 一直都在分手 所以说挽救了这场爱情的 挽救了这场异地恋的是 男生从重庆来到了成都 是吧 现在到了成都之后 关于信任是没有改观的 对吧 没有 反而你们俩的冲突还在升起 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怎么理解 我朋友只要叫我出去 她都不同意的 她就觉得我要 不是她那些朋友 你知道怎么样吗 她那些朋友就是 一嫁出去就问了喝不喝酒 你也认识那个女生 只是她对那个女生有偏见 所以 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必要 所以女生的朋友圈 男生是不太喜欢的 可能就是因为 她之前 那个男朋友的事情 就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到她前男朋友 为什么要给她转账呢 就是那种 那过节都是她转账 我收了吗 转520 转1314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知道 我又没收好吧 那你没收 那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联系 你为什么要回应别人呢 对吧 她就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就单纯的说一下 已经分手一两年了 你们俩现在这种恋爱状态 双方父母什么态度呢 我妈特别喜欢她 因为我妈开了个茶楼 她经常都会跟我一起过去帮忙 就表现得特别好 就我妈就觉得 这男孩为了我都来到成都了 然后还帮家里面的 然后就觉得 哇 她真的很好 只要一有事情 我妈可能先骂我那种 你父母知道 你在成都的这种状况吗 就是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 可能作为模特来 知道所以她父母想让她回去 回哪 回海南 你啥意见 她一开始是不答应的 但是有一次 她居然默认了 因为那次我们吵特别凶 之前都说好了 你就会在成都这边发展啊 你们家开茶楼是吧 哎 到她家茶楼去 接管茶楼不就得了吗 跟着你未来的丈母娘 开开心心的 这不也有工作了吗 丈母娘也给看着吗 就是我现在还是想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然后她妈有需要帮忙的话 我会去帮忙 你是在重庆发展做模特 对你有利 还是在成都对你有利 在重庆要好一点 那在成都市 如果从头来努力的话 跟重庆比 能不能做到像重庆那样 这个得看运气 所以你在重庆做的是说 三十天都有活呢 还是说 其实你的活量跟在成都是一样的 要比成都好很多 所以说模特这件事 可能对于你来说 在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但是那是一个你的梦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不会放弃这个梦想 女生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家长这边是特别想让我们两个好好走下去的 就是想要她也有一个稳定的想法 但她一直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有一天就不见了 所以你是对这段感情 对我想知道她对我到底是什么看法 什么想法 想不想跟我有未来 怎样 想不想跟她有未来啊 我肯定想啊 那不然也不会 今天说的肯定肯定是想 她每次好的时候就是想 一吵架就肯定不想的 好 那你吵架的时候动摇过吗 当时会 但是吵完架我马上就会开始自责 作为一个男医生 你有考虑未来怎么办吗 说实话是没有仔细想过 所以压根你都没想那些事 也不说没想 就是说我就想在这两年之内 如果我这个 就是我这个 是要是再做不走的话 我就好好去上个班吧 还要再等两年 那个时候都多久了呀 所以我今天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选择什么 就要么就 要么按你的方式来 找一个 要么按她的方式来 是不是 就是想让她为了我去 自己有想去改变 就是说我要去逼她 好的 我希望她有自己的有觉悟 而不是我去逼她 明白了 明白了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只是因为 他为了你来到了你的城市 你觉得这个男生 为你付出的 在可能在你所认知范围之内 已经是很多的了 你以为这就是爱吗 你为了让他留在你的身边 为了让他一直将 他投奔你这个事实 能够持续下去 你一次一次放低自己的底线 每一次你不能妥协的事情 你全部都因为他 一直要离开你 你就妥协了 你到底是离不开这个人 还是离不开投奔你这件事 如果换做另外一个男生 也做了同样的事 来投奔你 来到了你的城市 不远万里 是不是也可以 没有吧 我是真的很爱他 你爱他什么 你告诉我 觉得想到他要离开 我就特别受不了 你受不了的是 为你做这件事 而不是这个人 你说这个人 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工作你看不上他的 事业你觉得他一事无成 除了打游戏就是好吃懒做 你告诉我你留恋他什么 他平时也对我挺好的 特别关心我什么的 那你就要两全相害 娶其亲啊 你要求这个人既要对你好 还要投奔你 还要工作好 还要挣得多 什么都按照你想来的 一步一步那样 能走成那样吗 你要想想清楚 你本来非常非常明确 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知道你自己要的是 什么样类型的男朋友 或者说你的伴侣 但是他跟你理想当中的 完全不符合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要把他打造成 你理想当中的一个伴侣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口口声声说爱他 你爱他不就是应该 接受他的全部吗 所以你想清楚 你爱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投奔你这三个字 成了一张万能牌 男生是天天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以此来保全自己 可以在成都这个城市 好吃懒做 然后打着梦想的旗号 持续性的混吃等死 你如果真的很钟爱你的梦想 你觉得这个模特 这个职业就是你一生的梦想 你要坚持下去的话 你不会想着要转行的 你会为此非常拼搏地 去锻炼身体 去健身 然后每天去见各种各样的经纪人 去看所有的时装秀 那么多的节目 关于模特的 你去参加过吗 你有健身吗 所以啊 你告诉我 什么是梦想啊 你不就是混日子吗 你为你的梦想 做什么努力了吗 你只是长了一个 模特的身高而已 不是所有长一米九三的人 都可以当模特的 你没有为他付出一丁点的努力 就不要说他是你的梦想 你现在就是享受每天打游戏 悠哉悠哉的日子 然后只要人家一嫌弃你不工作 你就 我为了你来到你的城市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 不要把投奔你这件事 当成一张万能牌 你们两个人 一个存在幻想 觉得这个男人能为了我 来到我的城市 好像有多爱你 另一个也是存在幻想 我为了你都来到你的城市了 我还不够爱你吗 你应该接受和暴露 我一切的缺点 你俩就活这三个字了 投奔你 从幻想里面醒醒吧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苏琪老师 一个22岁的姑娘 居然无法接受 自己所谓爱的那个男人说 给我两年时间 让我追求梦想 这件事情是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似乎 订阅 你应该来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每一次选择逃避 选择走人 是因为你真的是不会处理 不善于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因为在那一瞬间 其实你也想过 要离开这段感情 要放弃呢 实际上姑娘一直在说爱 爱是什么 爱应该是两个人相互欣赏 并且在一起以后 能够相互地去滋养对方 不是说她为了你 放弃了原来的城市 来投奔你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的理由 也很有可能 只是她一时冲动 做出了一个并不太理智的决定而已 你不要说 因为她对你好 所以你就爱她 对你好的人 不见得就是适合你的那个人 她对自己的未来 都还是一片迷茫 更何谈对你们的未来 做出清晰的规划 而且 她就是一个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 这就是现实 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男生呢 其实还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模特 但从来没有为此付出努力 付出实践 而你姑娘 你要想清楚的是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需要的是 她这样的人吗 你们在一起以后 你的生活 质量 幸福感 有没有得到提升呢 对未来 你又相信它 能给你多少幸福 多少依靠呢 不要去幻想 改变别人 而是改变自己 五官精致 绝对不如三官一致 重新地去想一想 爱是一个感性的东西 但是对于自己人生 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把握和选择 绝对不能失去理性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宁娜老师 所有说看不到未来的女孩子 其实你们看不到的就是现在 当你去憧憬未来的时候 那是因为现在都没有什么 可以让自己乐在其中 享受在其中的东西 所有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把自己投身进婚姻 或者是投身进家庭的女孩子 都在逃避 逃避的是什么 残酷的社会竞争 以及自我能力的招显 你担心自己不够有能力 你认为靠自己 过不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所以你急需要一个 可以帮你展示 未来你能过上那样生活的人 出现在你身边 婚姻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逃避的地方 也是你希望能够走得一条捷径 但是你男朋友碰巧跟你一样啊 如果你是一只想寄生进 婚姻的寄生虫 那么他其实就是一只 想寄生进爱情的寄生虫 他看上去为了爱情义无反顾 来到你的城市里头 投奔了你 但是同时他希望的是 在这一段爱情里头 我们俩好好相爱就够了 至于怎么活下去这事 只要今天能活 明天的事情我明天再考虑 就像小伙子 你一定没有考虑过两个月以后 怎么去赚房租啊的事情 对吧 今朝有九今朝醉嘛 反正女孩子在这里有房子 女孩子的妈妈在这里有茶楼 你实在不行呢 你可以去麦当劳打几天散工 你实在不行呢 你还可以去他妈妈的茶楼里头 去帮帮忙 最后呢还可以把责任 推给他们家 说我就是因为到你妈妈茶楼帮忙 就是因为忙着陪你逛街谈恋爱 我没有时间去工作和追求梦想 所以才导致我现在没钱啊 你们两个人 一个逃避的是未来 一个逃避的是现在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 你说有什么意思呢 女孩一直在说 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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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姑娘你爱的不是她呀 你最早爱的的是她的脸 然后接下来 你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她来到你身边 一旦你的生命里头出现了 这个男人离开 你脑子里恐慌的 和难过的那个劲儿就会出现 我又被抛下了 我不想一个人 我管你理由正不正当 正不正确 我都不想 因为我怕孤单 我不要 所以你就去找她 而她就采取这一种方法 不停地跟你演习 我假走 你真追 你每一次即使知道了 她是假走 但是你还是真追 因为你害怕 有一天她真走了 怕她走 不是因为你爱 只是因为你害怕被抛弃 但是你们两个人 我不建议再互相这样裹挟下去 因为这样下去 你们会被整个时代抛弃 你们会被你们青春给抛弃 两个人我建议都分手 回去各自找工作 好好工作 好好做人 先学会怎么样做人 你们再去说 我怎么样去爱一个人 给予对方爱 然后才到你们考虑家庭的时候 现在都还是小孩呢 谢谢米娜老师 这四位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 各自安好 便是晴天 没啥好说的了 因为没有看到爱 时间留给你们 你们自己决定吧 一起进入真情就是 我现在想听听你的想法 啊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因为你从来没有说我 那我回去好好找工作吧 什么意思 就是 回去我也 不看这个所谓什么模特 什么意思 就是 你要回家了 就在你的城市好好工作吧 找份 正经的工作 这 意思就是 你要放弃你的梦想 我不是很相信 我也不是 其实老师说挺对的 我感觉我自己也没什么梦想 你没有梦想 那你一直顶着梦想 你之前不一直都说 很爱很爱什么那个东西吗 那你现在才说 放弃啊 但我也没有做到 我想一想 不知道 突然有点想通 这奇怪 我们在教你怎么追求梦想 他学会了放弃梦想 对 回吧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开门 你看 你看 去呗 来了 剩下的时间交给他们吧 各位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想好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 真的不是 感谢观看